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甚至在这个我们地球上面 有没有人住在这里呢 其实这几年很多人都在讨论 但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不过在俄罗斯 有一个男子 他今年20岁 他说他从小就告诉大家说 我是从火星来的 而且还可以把他家乡的事物 描述得非常清楚 有可能吗 一幕上这个帅气的年轻人 20岁 他叫波利斯卡 那这个波利斯卡 这个年轻人呢 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神奇的年轻人 因为他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所谓的火星男孩 这个火星男孩怎么来的 最早最早 2004年的时候 在俄罗斯 最早是揭露 有一个这样神秘的男子 他说他从哪边来 从火星来的 竟然说自己从火星来 这怎么得了 这个小孩到底有多神奇呢 其实他在1996年的时候 他是诞生在一个 俄罗斯北方的一个偏远小镇 其实他爸爸妈妈很简单 就普普通通的公务员 妈妈只是个皮肤科医生 爸爸是一个很老实的 一个军官 奇怪 在这个小孩 生下来15天的时候 你猜发生什么事 脖子硬了 15天而已 脖子硬了代表什么事 可以抬头啊 抬头第一句喊什么 爸爸 15天就会讲话 竟然15天就讲爸爸了 糟糕 这大家吓坏了 这个小孩子也是天生神力啊 结果呢 他一岁半的时候 可以开始干嘛 阅读大字报 阅读那个报纸 标题朗朗而读啊 哇他妈妈觉得说 不会吧 谁教他的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然后竟然他还会拿笔 写出奇怪的字 妈妈搞不懂 这个小孩在地方 鬼话符什么东西啊 结果他拿这个鬼话符 去请教他们附近大学的 一个教授一看 哎呀不得了 这小孩不是鬼话符啊 火星文 写的根本就是中国二字啊 中国二字 天哪 太惊人了 这个俄罗斯小孩 竟然能够在两岁的时候 竟然写出这样神奇的字来 告诉他 后来在两岁的时候 完蛋了 妈妈看到这个小孩子 每天三步时盘坐 不然就冥想 然后开始就自言自语 会讲一大堆说 妈我告诉你 我以前呢 其实我前世是在火星的 然后这些 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辗转来到这个地球上 结果他这个小孩 妈妈就觉得越听越神奇 说这小孩到底在说什么 连他爸爸都觉得不可思议啊 对啊 你从火星为什么会来到地球上呢 而且他讲的东西 完全超乎他爸爸妈 所能理解的事情 然后这个小孩子啊 就这样 从小就掌握了许许多多 很丰富的知识 对于这种天文地理啊 无所不知 问什么打什么 就在他2006年的时候啊 他跟一群人去露营 结果在半夜的时候 生营火 他突然站起来 我告诉大家 我的前世 真的是从火星来的 我告诉你们 当时的火星 真的是有人住的 他就描述了 那个火星 最早之前 的确是有人居住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 地球是火星的过去 火星是地球的未来 为什么他讲这句话 他那么早之前就知道说 其实火星之前 他们是有人住 但是发生了一个 不可避免的毁灭性的大灾难 一个核战 让所有的这个 整个火星的大气层 整个消失掉 所以他们这些人 只好顿入到地底去 所以这些火星人呢 他就告诉你们说 其实我们火星人 当初啊 就是因为发生这样 这个毁灭性的大灾难 所以我们全部都 躲到地底下去了 这个地底下去的时候呢 难道你就是传说中 火星人吗 他还讲说 不止这样子 我告诉你 那火星人就高 大概两三米 这么高啊 对 就像2000年 其实有部电影 火星任务 其实就是有 来自于这个火星男孩的灵感 因为他里面的火星人 也是瘦瘦高高 也是两米多 也住在一个这样 对对 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里面 一模一样 然后呢 他就是独自一人 驾驶的这个太空船 他说来到地球上 他开太空船来地球啊 对 因为这个火星 他受到他奉命 寻找神国 神国 他称之为 他来自神国 对 然后他也讲说了什么 他说其实这个 这金字塔本身呢 其实呢 地球上所有的古建筑 其实在火星上 都有对应的建筑 都有 对 这都有对应的建筑 他特别讲到什么 吉萨金字塔 大家很清楚 这很有名的 师生人面相 他说呢 这个东西 师生人面相 有一个奥妙点 这奥妙点在哪里 他说啊 这个 师生人面相 暗藏了一个开关 这个开关 只要一被启动 那么他将会改变地球上 全人类的生命 以及整个形态 那这个东西呢 他说这个东西 其实就在这个火星上 也有 也有 类似这样的东西 对 这种雕像 这种神秘的这种金字塔 所以说 他把这个火星的地方 这个整个居住的环境 描述得非常非常的详细 甚至还有刚刚讲 他一个人架太空船来 对不对 这个太空船呢 他告诉你 他讲得多详细 太空船的外壳 它总共有六层 总共有六层 去构成这个太空船 最外面那一层 最坚固的金属 占了25% 那第二层呢 30% 它是由类似有弹性的 胶状的物质 橡胶的物质所构成 那么接下来第三层 又是金属 然后第四层 第五层 他讲的最后一层 最关键 大概只有4% 他说是由特殊的 磁性的材料所制成 他说到了什么 这个磁性材料怎么应用 当你把它灌入了 足够的 适当的能量之后呢 它就可以开启 宇宙间的一个重共 可以飞到你宇宙间 任何想到的地方 那当然地球那么近 虽然咚得一声 它几乎是瞬间 来到这边过来的 它过来之后 它这样会在哪里 这样会在一个 所谓的雷姆利亚这个 这个非常神秘的大陆 我们知道说 地球上三个古大陆 第一个最大 最有名的亚特兰提斯 第二个是最近很夯的 母大陆 第三个 其实名不见经传 但是很多 甚至很多教授 考古学家都不知道的 雷姆利亚这个古大陆 它沉没在印度洋 那他说他来的时候 这个大陆还在 非常壮丽 非常漂亮 然后他还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住在这上面 但是他也是目睹了 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就是大洪水 把这整个东西 把他们整个雷姆利亚的 这个大陆 整个淹没了 他眼睁睁看到 他的同伴 被那个大石柱 活活的给压死 所以他后来他知道说 他这一生的使命感 他真的要好好地去帮助全人类 他说他在这个地球上 其实已经不止他 很多很多火星人 对 跟他一样火星人 其实都已经诞生在地球世界上 各个不同的角落 但是伺机而动 他讲了好几个预言 因为我知道了 这个东西 在地球上的所有发生的事情 其实我们在未来早就看到了 可是你刚讲这么多 会不会大家觉得说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我们最伟大的 宇宙天文物理大师 霍金大师 他知道这个小孩 对 他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崇高地位的 这个天文物理学大师 为什么肯帮这个 所谓的神秘的一个火星少年 来背书呢 因为他说 他这个对于宇宙跟天文的认知 已经完全超无他的这个想象 跟他所知道的事情 他说不管 不论这个小孩 是不是真的来自于火星 但是他所提出的 所有的知识跟见解 的确足以供全地球的科学家 一个警讯 一个参考 一个重要的指标 为什么这个小孩 还有这么惊人 他到底神奇在哪里 他到底讲了什么 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觉得说 这小孩子有如此的神奇 好了 我现在告诉你 还有多神奇呢 他在2006年的时候 就已经预言了2008年 即将会有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于是发生了2008年的 汶川的大地震 这个大地震 然后接下来 他又讲了 还有2011年的时候 地球上也是会有 跟水有关的灾难 而且也是发生在 某一个大国里面 那这个跟水有关 结果到底是巧合 还是真的是被他预言所送 结果发生了 所谓的 3E的日本大海啸 这个大海啸 也是夺走了许多生命 同时他还预言了 许许多多的 像禽流感 还有各式各样变种的病毒 然后会夺去许许多多 人类的生命 包含中国 他不断不断的 一直强调中国 他讲了一句最可怕 惊世骇俗的预言 他说 中国即将统治全世界 那这个东西 他说在一场核战之后 中国将无人能挡 这听起来吓人了 这惊世骇俗了 所以说到底他的这个预言 到底会不会成真 还是值得一个耐人寻味的 一个问题所在 且让大家拭目以待